小童玩具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小鱼姐姐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玩的玩具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快看我们的布鲁奥特曼的月水形态来到了饮料贩卖机 据说这个饮料贩卖机能买到很好很好玩的玩具呢 那赶紧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让我们按下按钮看看出来的是什么玩具呢 哇哦快看出来了一个大大的奇趣弹 这个奇趣弹上面还有我们的奥特曼人偶标志呢 哇塞奥特龙弹 让我们一起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惊喜玩具吧 现在我们就打开这个奥特龙弹吧 这是外面的包装 我们要把包装打开 当当 整个我们的奇趣弹就出来了 我们要拉开它 哇哦 惊喜马上出现 从一圈把它打开 哇哦打开了 乌乌蛋里面有好多惊喜的玩具呀 哇哦 首先看一下有一张小小的纸上面写着超变身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袋子里面有我们的一袋软糖 下面就是好多的零件 这应该是组装玩具吧 让我们一起打开组装吧 零件全部倒出来了 现在发挥我们的智慧 组装吧 首先我们找到了小小奥特曼的身子 然后把它的头装上 当当头就装上了 再装它的四肢 等等我们的小手就装上了 再装它的腿 我们的两条小腿也装上了 快看这位奥特曼是谁呢 这是我们的赛罗奥特曼拥有赛罗头标 当当小翅膀也按上了 快看这就是我们的赛罗奥特曼拥有小翅膀哦 这是我们的人偶形态 战斗模式 我们还上了很多的零件 它呢可以组装成我们的飞龙模式 现在我们的奥特曼要带着生下的零件 去家里组装了 现在我们的波罗奥特曼要拿着生下的零件和糖果 回家了 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我们的波罗奥特曼的烈火形态也来买我们的玩具了 让它按下按钮 看看出来的是什么神奇的玩具吧 哇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盒子的长棒饼干 还是出菜味的呢 让我们打开看看吧 哇哦快看里面还有一个卡片呢 这是我们的合体魔王兽 哇哦 然后还有我们的组装零件 耶 还有好吃的东西哦 哇哦是我们的长棒饼干呢 赶快拿出一个让我们的奥特曼尝一尝 哇哦我们的饼干全都被奥特曼吃掉了 看来非常的好吃 现在我们把这个袋子打开 看看里面是我们的组装零件 我们把每个零件都拆出来 现在我们把小零件全部拼装吧 当当快看 这是一个小小的奥特曼 还没有我一个拇指大呢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玩具 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 下期见拜拜